Hello 大家好 我是大妹妹 曾經有一位粵語老師 那不是我啦 同一個外國人上了一堂漢語課 但一堂課只講了一個 Wife 這個單詞 就令到外國人頭都大了 哈哈 想學中文 首先問問你 知不知道Wife 這個單詞 中文是什麼意思 這個很簡單 老婆太太 妻子夫人 已婚婦女的意思 那你真的有所不知 除了你所講的那麼多個之外 還有十幾二十個 你聽都沒聽過 Wat? 還有一點我不知道的 那大家都知道 Wife 的中文解釋是 老婆太太 妻子夫人 或 已婚婦女 但是在我們廣東 對已婚婦女的稱呼 又怎知道那麼少呢 那真的說起來 有些你聽都沒聽過的 那首先講一下 咸豐年代一些稱呼和叫發 第一個 娘子 是古代對妻子的稱呼 那在宋代之前 尊子未婚的少女都是叫娘子 而到了元代之後 社會普遍稱呼以婚的少女 為之娘子 第二個 發妻 發妻就是指嫡妻 是男子第一任名媒正取的妻子 就為之發妻 那這種叫法可以說 真的聽都沒聽過 絕經戰內 原來是古代男子對妻子的謙稱 第四種 租康 有些女友記可能看港劇都聽說過 租康原本的意思就是指窮人用來衝擊的走渣米糠 扔粗劣的食物 後來就用來比喻共過環難的妻子 各位男同胞們 如果你發妻的話 換車換樓換什麼 就千萬不要換了你老婆 這樣拋起租康之妻 我恥啊 一個成功男人背後的女人就肯定是一個好老婆 這一種好老婆在古代的稱呼叫法都很有趣的 譬如這個內子 內臟和炎內臟 是古代對妻子的啞稱 是表示對丈夫有幫助 對家庭有幫助的好妻子 還有一個唐客 這個唐客可以指是婦女 女客 或者客人 也可以指妻子 或者娼妓 當然啦 這些只是傳統的叫法 現在已經很少用 現在總不會有人回到家還問 娘子有沒有飯吃 或者跟人家介紹 這個是我內子 所以不是跟人家說這個是我賤內 不會的 那你現在通常會稱呼自己老婆做 老婆大人 老婆仔 心肝定 或者另一半 那除此之外還有什麼特別的叫法呢 哼 當然有啦 黃麵婆 洗衣婆 煮飯婆 老夫娜 老婆娜 隻娜 夫娜等等 Oh no 好好的一個人做什麼叫隻娜 那早期已經跟大家解釋過 夫娜的娜詞在嶺南地區是指痴性的生物 而夫娜是指以婚以獄的女性 那在廣東你可能會經常聽到 廣東男人稱呼自己老婆做老虎娜 那我又覺得這個不是因為廣東男人怕老婆會發達 而是因為廣東男人發自耐心地去尊重自己老婆 那不知道你又怎樣稱呼自己的另一半呢 叫隻娜我也可以勉強接受 但是有些人叫 叫 跳菜 住菜 做什麼 街市買菜 那一棵蔥給你 那我想這個是我聽過最有趣的一個叫法 那不知道你還有沒有其他更珍貴的叫法呢 如果有的話不妨在底下留言 那到最後講講上一期的謎語 主人淺少答案是東莞 那不知道你有沒有猜對呢 那今期的謎語是 琴棋書畫揚揚揚精通 那不知道你知不知道是廣東哪一個地名呢 那如果知道的話繼續在底下留言 好了今期大面目的視頻暫時就分享到這裏 記得強力點贊關注轉法加幣論 我們下期再見 拜拜